大家好,我是老科,一个永远分不清前后逼的up主 今天是4月30号,现在是凌晨1点钟,已经是五一小参加了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是想应号召,哪也去不了 所以为了安抚我这颗躁动的小心灵 我决定做一件特别的事情 我要说,我到昆明已经是10年时间了 但是我在昆明从来没有看过日出 所以我今天就决定去昆明看日出最好的地点,拍日出 我计划看日出的地方是在昆明西山公园的后山 这个点从地图上看根本就无路可到 虽然说西山公园里面有更好的地方能够看日出 但是公园大家都知道,等它开门了,太阳都挂老高了 这个点距离我大概有19公里 前10公里是在城市里面,所以比较简单 后9公里就进山里面了,需要步行 尤其是最后5公里,我根本就没有走过 有没有路我都不知道 这个点其实能不能看到日出,我也不确定 所以,现在准备,出发 你路上一个人都没有 过来除了赶路的人,什么都没有 小吃店都没有 路边的烧烤摊 前面那条路跟这一个烧烤摊埋不着 现在我在那个,已经在城边上了 入门什么地球站 叫做大鱼鹿站 共享单车已经起不了啊 所以我决定在这打车去西山 现在我已经到西山脚底下了 就是现在是什么情况 你也能从屏幕上看到 整个地方黑区区的一片 什么也看不见 就是我能从这边转过来 大家应该能勉强的看到一些这种亮光 其实那个亮光我从肉眼看的话 是特别亮的 就是整个昆明市区的亮光 还是不错的 但是回到看我们的道路上 就真的什么都没有黑成一片的 就靠这个电筒光 其实这个电筒光现在看是特别亮的 照路是肯定没问题 但是我不知道这个电筒光现在 就是能维持多久 有一点肾的话 你知道吗 就是除了我这个公安员以外 没有任何公安员了 这条路上 就是还有各种声音 我不知道录不录得进去啊 还有各种声音 特别奇怪的声音 他妈的我有点后悔 我操 一个人来干这事 有点后悔 带他妈黑了 这个应该是新修的一个战道 不是 我跟你讲 我觉得 就是有车身 我觉得他还好 现在是太安静了 什么声音都没有 妈的 就是 以前 以前看过那种 那些恐怖片的镜头 不停的在我脑子里面蹦 你知道吗 这个 现在 刚才能看到 那个 远处的城市 现在远处的城市都看不见了 现在唯一的官员 后手里面的这个电筒 我在后悔没多带两个电筒 我 这么长时间我才走了一公里 大概 从下面上来应该是 有仅仅二十分钟时间了 这个就是 穿过去的那个步道 然后 从这过去就是我的后完成旅程 然后这边路程就是去龙门的方向 刚才我就从这边过来 然后这边就是我山来的路程 然后这边就是我山来的路程 等一下 等一下 看看这个牌子 到猫猫庆 那个地方 也就是从这儿过去 也就是从这儿过去 应该是能到的 然后这个方向呢 其实就是去龙门的 好 继续往这边走 进入下半城 旅程还有 4.8公里 红色的亮点 这辆路 比刚才那个抖多了 不仅抖 而且难走很多 崎岖不平的 这边有预处 人住在这 在守着什么 银山车 这个队 人家吓死我了 这段 今天开始上坡了 看我的汗 看什么 这是汗 我本来 就是 现在我外衣都是湿的 太大了 这个坡 我还不知道有多 我还不知道这个坡还剩多远 到底我还要爬多久 说是1.8公里 但是我感觉已经是失灵了 我现在应该只走了不到500米吧 太累了 前面有灯光在闪 但是有铁门 好像出不去啊 过不去了 怎么过不去就危惧了 没有被封 这里有一个人走的通道 我说被封了我就完蛋了 过来了 我现在应该到猫猫庆了 然后 这边 应该是往这边走 我记得应该是往这边走 下面是过来的路 这边 走 待会儿走进去 我再查一下地图 这边有地图 好看 你们那边走上来多长时间 半点才走 大概一个小时吧 那还行 你们还比我们快 缺乏锻炼 走走平平 因为我从这边上来 是我两点钟开始走 到那儿跟你们遇到的 可能你这边路比较远 因为我从那个到西山龙门那个地方 就是收票处那儿是三点十分 然后花了大概四十分钟 半个小时四十分钟 穿过那条小路过来 我们是看那个小路上面 我问了几个合途 然后他们说 几个叫猫猫庆 猫猫庆 从那下来之后 直接往东门 他就有个路线 看了几个路线 做个事 每次都是这样 每天 只有华山每天晚上都是在 找一个问一个 呵呵 很正常很正常 那边是炸的吗 嗯 就是炸的 全部都封了 这个封得早啊 这个早就封了 这个好像没有是吧 这边有有有有 有 你看上面有 但是要进去也能进去 先过去南边看吧 我们到了 应该是我到了 但是南门 不知道怎么进去 咱们这些去鸟看牌 在我和这几位同学的共同努力下 我们终于到顶了啊 他们可能走错了吧 他们可能走错了吧 走得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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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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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边就是颠池 颠池 哎 还肯大霸是颠池旁边那个霸呀 这个是 这个是 对 扫码 扫码就要立 扫码一人要颠池 你现在扫码没什么意义吧 对 还肯大霸是那边 那个曹海 凌晨5点08分 现在已经5点10分了吧 应该 我们终于到了最高的地方 没有按照我的原计划到达那个 雷达战悬崖 我们现在到了林须阁 不过风景还是不得不说 林须阁要比雷达战悬崖要好 现在我们的任务就是 架好机会等日出 熬了一夜的成果 就是为了看他老人家出来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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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